护心,是由侯明浩,周叶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讲述了一个悬门修仙少女艳慧被逐出师门 被妖龙天药利用解开身体封印 两人经历生死后彼此相爱的故事 护心,正在热播 在最新剧情中,艳慧和天药嫁成亲 想引出背后的童树狮 没想到天药和艳慧中了童树狮的圈套 童树狮推出一个替死鬼 让大家以为他就是真正作恶多端的童树狮 赵玉也因此成立童树狮的替死鬼 然而被困的白小生揭开了长蓝的真面目 说才是真正的童树狮 也在为黑气之主做事 天药难以置信 认为白小生在骗他 长蓝布了二十年的局 困住了青秋国主 本想取而代之 没想到艳慧和天药的到来 扰乱了他的计划 所以只能算计天药和艳慧 诬陷艳慧杀了青秋国主 艳慧和天药在青秋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长蓝做了那么多 难道就是为了做上青秋国主之位吗 很明显不止如此 他投靠黑气之主 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覆灭玄门 黑气之主扶妖曾经被玄门的人欺骗 而长蓝的好友也被玄门的人欺骗 他们都恨透了玄门 所以长蓝变成如今的童树狮 也跟天药有关 长蓝确实比以前强大了 但为了对付玄门却要伤害自己的好友 他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这跟玄门那些人又有何区别 总而言之 长蓝为了复仇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赤诚之心 他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而天药遇到了艳慧 最终放下了仇恨 只为守护艳慧 复仇从来都不是天药的初衷 守护才是天药的赤诚之心 可长蓝终究回不到从前 也会失去一切